要不要简单讲一下 小朋友这么可怜 怎么会丢到身上呢 戴口罩低头不语 遮住脸 她是遭气失的男婴生母 从新竹赶到现场 对于任何问题都不愿意回应 这回出现在殡仪馆 就是要确认 找到的男婴骨骸DNA 小朋友的解释你 这回妈妈也带了一准 带小朋友衣物到香宴室 解剖从下午两点多开始 到下午四点多 虽然过程中 再度看见孩子遗憾 还是低声唾气 但其实这一切她早就知情 毕竟母亲和父亲 当时还是同住屋檐下 不可能不知道孩子状况 但面临检警询问时 妈妈说闷死 爸爸说义奶 说辞都不拢 尤其男婴全身只剩下头骨脚骨 因此除了要确认DNA外 就是想要厘清死因 外力有时候也有可能是义奶 到底是真的自然死亡 还是她把她弄死的 那这可能就要找这个大体里面 身体的骨头也没有骨折 高大神分析骨折是关键 因为如果骨折处有伴随出血 很可能是死前造成的伤口 肺部组织窃片也是香烟重点 肺炮如果有多处破裂 就表示有窒息死亡的可能 以及是否有颅内出血情况 不过生母离婚前有三个孩子 离婚后交给孩子的外婆抚养 外婆向警方表示 过去有问过男婴状况 但生母总说孩子已经给前夫带 因此才都没有过问小朋友去了哪 我喜欢在这边讲这些事情 这是你的新的家庭 对而且我们有跟警察他们说过 如今生母因为黄包失踪 涉及未造文书杀人遗弃尸体 被限制住居 外婆因为对事件不清楚 没有被列为被告 但一切都还要等法医检验结果出炉 凭凑还来不及长大的男婴为何丧命 短辰新闻旅国宝 陈宇宙和云婷 基隆报道 下载报道